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的這顆蘭花是一個 無動水草種植方式的蘭花 它是一顆超市購得的蝴蝶蘭 它沒有名牌 不過它的多化性呢 讓我覺得它是一顆滿不錯的蘭花 也很常見 這顆蘭花這一次的開花 是從新花梗上面長出來的 那它本來呢 是有一個既有花梗 我是保留下來就是看它的這個情況 然後因為它的花梗一直都是綠色的 所以我這顆蘭花我是斟酌的 沒有把花梗剪掉 不過呢 它其實也沒有再從原先的花梗 做出其他的動作 所以到最後呢 我還是有把它修剪掉 花梗的修剪與否其實有兩大派 一派的人呢覺得花梗裡面的織意呢 可以被蘭花蜘蛛本身 重新吸收回去再進行利用 另外一派 另外一派的人是相信 這個花梗呢其實會 花掉蘭花蜘蛛本身更多的能量 因為呢它還是必須要攻擊能量到這些花梗 雖然已經開過花你也把它修剪過 但是它一樣保持綠色就還是會 繼續的花費一些養分跟能量 我呢個人我現在 從以前我是講說花梗不變黃我都不修剪 那這顆蘭花呢其實我的做法是 我先把它修剪掉了 因為它真的沒有在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一直保持綠色的 那也因為它長的角度比較突 就是水平又突出來也是滿佔空間 所以呢我還是斟酌把它修剪掉 這個蘭花它其實這個花梗 這一次開花的花梗呢 它的朵數沒有像之前兩次開花的數量這麼的多 那這一次呢因為其實我在做一些測試 其實在長花梗的過程中呢 我其實有對它稍微的就是做一些方向的調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花梗的這個長勢沒有非常的比值 然後往下垂 原因就是因為在花梗成長的過程中呢 我有調整方位然後轉向 就是想要試試看它的這個長勢就是做一些實驗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次它的花梗就是比較彎曲圓弧一點 養分上面啊這顆蘭花一直都是吸收到四分之一的濃度的肥料 那介質方面呢因為種在很蓬鬆的水草裡面 所以給它的這個水量呢 一般來說就是介於四分之一的杯到八分之一杯 那這邊給你看到它操作就是給水操作呢 因為它是這樣的杯子那我又有這個架子 所以每次我給它水我又確保它裡面沒有多餘的水分 我就是把它倒著然後把那個水桶就放在架子的下面 讓它滴滴滴滴滴進去之後那個水承接起來的水到時候 我再把它拿去花園倒掉 那這邊呢它底部當時是有兩片比較黃的葉子 黃的速度很慢所以我知道這是它的一個自然淘汰 所以我就是斟酌先把一些葉子剪掉 好就是保持美觀 但是呢這是不需要擔心的 如果葉子黃的速度很快 而且是在中間甚至偏上面的葉子去黃掉的話 比如我說的快是可能一兩天兩三天它就整個就是黃 然後可能還沒有完全黃它就掉葉子 這個時候啊大部分都是因為根系出現爛根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能要斟酌的來緊急出盆看一下根系到底有什麼樣的情況 這顆蘭花它其實本身買回到家好幾年前 它其實多花性就一直都很不錯 今年這一次的開花它的花朵數量呢比以前少一些 原因呢應該是養份的問題喔 因為我比較懶惰一點 那大部分的蘭花如果都給四分之一濃度的 建議濃度的肥料四分之一 那我就是全部的蘭花幾乎都是用這樣的肥料 那有一些特定的是正在長花包已經快要開花的 我不給肥料的情況就是用清水 所以這顆蘭花它有可能是很大的可能是因為它的養份呢還要再追加喔 才會開花的更好 所以現在這顆蘭花今年這樣的長勢 讓我有再重新思考我是不是對特定的某一些蘭花的養份要提高 當然這個部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要提高濃度 那其他大部分的蘭花又是另外一種濃度 你就必須要再重新去調整你這個施肥的一個操作 比如說頻率跟哪一天去做這樣的特定的濃度的施肥 而不是全部一起濕就會比較花時間 那這就是每一個人在養蘭花的過程中會需要去因為 去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後個人的schedule日常生活 然後跟上班啊等等各方面去做一下調配 那以前我都一直覺得說反正就是以輕鬆方便為主 那這也很有可能是我持續這樣做的原因喔 因為如果只有特定幾顆蘭花你要去這樣調肥料 那個數量啊沒有辦法多到你能夠一次調一加輪 你就還要再去做一些相對的換算 比如說我是500毫升 500ml就是少於一加輪你要去算 它到底是幾cc再把四分之一再去算回去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在方便起見呢 大部分的蘭花還是就是依照原來的濃度 但這邊提出來給你就是了解一下這顆蘭花 它沒有開花 數量沒有到以前這麼多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養分啦 這個蘭花 我覺得它是需要更高養分能夠去支持它 有就是開更多花的這樣的一個開花性 那每一次講到無動水苔種植蘭花呢 大部分的人比較難去想像的就是說我給水到底是怎麼給水 其實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你不管就是把水加進去加八分滿讓它泡 泡完之後呢你在想辦法讓水瀝乾 那如果你剛好有像我的架子你就可以把它完全倒過來 然後讓它就是往下滴 然後滴到不會再滴 你再把它放回去 那承接水的容器當然就是要在它下面準備好 另外一個方式呢就是水的定量 因為你的這個杯子大小跟裡面根系多少 還有水草多少啊 我不能夠直接跟你說四分之一杯 那以這顆蘭花來說呢 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杯的水量都是OK的 當然也是多餘的水分你還是要能夠把它瀝掉 所以就是說用泡的或者是呢就是給固定水量 這兩個方式你都可以去做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